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会信誓旦旦地硬承下来 之后魔镜身份暴露正好也是现动画剧情中更新到的部分 王之强阿比斯准备遵召伯斯王遗址 让波吉成为下任国王 于是阿比斯偷溜回王城打算暗杀戴达 途中米兰桥的冰冻遗体一闪而过 当阿比斯找到戴达打算下手时 魔镜却叫住了他 听着这令人熟悉的声音 阿比斯认出他正是与自己有恩的米兰桥 于是阿比斯改变立场 协助米兰桥复活博斯王 但说到底 阿比斯的眼里 博斯王、米兰桥和波吉都占有一席之地 但就是对于戴达 他是丝毫没有心疼感 果然戴达派自己师父暗杀阿比斯这部吉终究是草率了 但至于米兰桥为何会在境中 他禁止阿比斯过多询问 这个王宫地下原本是米兰桥生活的地方 他和波斯王之间有这不一般的关系 而米兰桥原本是位普通人类 但会使用魔法 基于某种原因 他的精神附在了境上 在利用戴达将博斯王复活后 米兰桥向博斯王提及过去的约定 还打算操纵魔物 杀害波吉后妈 博斯王起初一直没有正面回应 还要求阿比斯去和魔物对战看看 看着他应对魔物时的战况 博斯王联想起王妃之盾 随后他起身一幕棒解决了魔物 博斯王向米兰桥解释 是自己好久没这么热血了 但米兰桥似乎看出 博斯王的怪异之处 这令博斯王有些心虚 但最后 博斯王仍旧答应了米兰桥的请求 并且后期一直默许米兰桥的行为 而米兰桥除了想要迫害后妈外 甚至打算毁灭整个国家 然而能做出如此行进的米兰桥 其实原本只是一个天真无邪小女孩 在博斯王年轻的时候 她踏上了舞者修行的旅途 为了掌握如何与魔法对战 博斯王来到了擅长使用魔法的魔法国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原本只有神明能够使用魔法 但在这个魔法国内 国民掌握了其中官窍 出现了第一批 能够与诸神抗衡的人类 但这是不被神明所允许的 在那个时代 神明们控制着人类 将人当成奴隶来驱使 魔法国最早了解世界现状 他们第一个站出来发起抗争 可在后代的评价里 魔法国只是个利用魔法 坐进恶事的国度 但那都是荒诞的谎言 当年魔法国的人民性情温和 他们坚信人心所善 温柔善良 正是这个国家的风貌 紧接着 为了修习五行的博斯王 在这个国家和米兰桥一家相遇了 那时的博斯王 年轻气盛 下手不知轻重 不小心杀死了米兰桥的父亲 而博斯王也在对战中身负重伤 可善良的米兰桥母亲 不但没有仇视博斯王 还用魔法治愈了他 虽然这个国家的人都很善良 但米兰桥的母亲 他的善良夸张到 令人担忧的程度 后来博斯王决定留下来 见证米兰桥的成长 和预期一样 米兰桥继承了母亲的天性 也是个心底善良的孩子 他常常会得到动物们的喜爱 并且米兰桥天生 魔力深厚 命中注定是一位不一般的孩子 米兰桥的母亲 每天都会教导他 自身的幸福 要建立在他人幸福的基础上 就这样米兰桥快乐地成长着 可是母亲的教导 反而引来了灾祸 那些年 魔法国与诸神的战争日益激烈 男人们被禁术召集 博斯王也为此贡献力量 尽管当时的魔法国逢战必胜 但这样长期下去 一旦落败 局势便无法挽回 于是 魔法国做出决策 他们打算和同为人类国度的邻国 合作抗敌 共同守护自己的家园 他们坚信 人与人之间是可以彼此理解的 但是他们错了 邻国的文化和他们截然不同 那时候的邻国 是世上最穷困的国家 他们常年遭受大国统治 国家一片贫瘠 生活一直靠着行骗来维系 在这样的环境下 国民的憎恨心理 一代传输着一代 逐渐的那些不正当的行径 被他们正义化 似乎忘却了 曾经他们所遭遇的悲惨 他们天性善于欺骗 面对富裕的魔法国来访 为他们投入资金 开办学校 建设医院 他们的内心 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激 还疯狂的嫉妒上魔法国的富饶 并且在他们眼中 魔法国人们的温柔善良 就是下等人的特质 当时米兰桥的母亲作为使者 带着米兰桥来到邻国 至死都没有怀疑过他们 他太过于善良 导致这些国民都喜爱 以欺骗他为乐 可即便如此 知道真相的母亲 也依然坚信 人与人之间 是可以相互理解的 可是邻国迅速发展起来后 也断然没有成为魔法国的助力 在战场上 他们一旦得势 便烧杀抢掠 做惊恶事 若是感觉局势不妙 他们便不顾同伴安危 只顾自己逃跑 长久以往 魔法国在战事上节节败退 这令神明势力扩张 在那之后 邻国看到神明势力兴盛 毅然决然选择了倒戈 那一晚 他们领着神之军队 进入自己的国家 偷袭在此的魔法国人民 还在神明面前颠倒黑白 将救助他们的恩人 说成欺凌他们的恶人 米兰桥的母亲 也是被这群 忘恩负义的人所杀害 等到波斯王赶到时 悲剧已然发生 紧上下来的米兰桥 也被他们砍去双手 挖去面孔 丢弃在街道上 过往的国民 看着濒临饿死的女孩 把这当成一种乐趣 悲痛的波斯王 当即失去了理智 他无视父女儿童 面对恐惧时的颤抖 挥拳惩戒这些罪恋之人 然后抱起米兰桥 打包罪人的尸体 找到医生 要求他利用自己 收起来的身体 救回米兰桥 从此往后 波斯王决定和米兰桥 一起生活下去 但米兰桥的脸上 已经失去了曾经的笑容 到此大家可能会认为 是这扭曲的经历 改变了米兰桥的性格 不过据波斯王所说 他们一起旅行时 米兰桥逐渐从悲痛中恢复 曾几何时 他也很幸福 而让他变成这副样子的 全是自己的过错 这篇漫画 还没有具体进行过解释 但根据阿硕个人猜测 也有漫画第121话 出现一瞬的 米兰桥过往回忆 作为一句 米兰桥被对 波斯王和他的妻子 独自哭泣 也许米兰桥 在失去一切之后 对波斯王产生了 非一般的情愫 但为了实现 波斯王战胜神明的愿望 米兰桥引领 波斯王见到了魔神 后来为了得到力量 波斯王取了波及的母亲 淡下了波及 但不知是处于愧疚 还是有了牵挂 波斯王决定 在此开创国家 定居下来 并没有再陪同米兰桥 踏上旅途 也就是说 这么些年以来 米兰桥虽然并没有 离开波斯王 也得到了阿比斯的尊敬 但他的内心始终是空虚的 这么算的话 老波斯老渣男了 不知道各位 对此有何看法 但要话说起来 米兰桥目前 想要杀害后妈 可这也不是他第一次 对波斯妻子出手了 一直以来 米兰桥始终记得 波斯王的理想 早先 他为了让波斯 能够长生不死 于是向波斯王提议 再生一位孩子 计划着戒体还魂 可是巨人族的女性 一生只能诞下一名子字 说明这巨人族 终将和神明一样 走向衰败 不过米兰桥极其坚持 甚至早已挑选好了 王菲人选 而波斯王完全不理解 米兰桥究竟为何 要做到这个地步 最终米兰桥还是下手了 波及的母亲 正是他计划中的阻碍 米兰桥联合外敌 杀死了波及的母亲 而波及当时 就待在母亲怀中 亲眼看着母亲的血 蔓延到自己脚边 自己却无能为力 然而米兰桥也同样宾死 介于早前 他和魔神之间的约定 米兰桥死后 魔神会来收取他的灵魂 将他的灵魂转移到镜子上 实际上 魔神和米兰桥之间 其实也是老朋友了 他们的故事 隐藏在漫画匪业中 还有在米兰桥的过往记忆里 那名长有精灵儿的少年 和幼年时代的米兰桥 一起玩耍 似乎 魔神过去 也是有着悲惨的经历 是米兰桥一直陪伴着他 回到正题 米兰桥的计划十分顺利 波子王 娶到第二位王妃 诞下了二王子 之后的后续 就如我们所知 尽管代达意识到了不对 但他依旧没有躲过米兰桥的阴谋 最终 代达被强行灌下药水 身体被自己的父亲所夺取 米兰桥所做的这一切 其真正目的 只是为了能够一直待在 波子王的身边 斩断波子王的后骨之忧 也便是他作为一国之王 应该要守护的家人和国家 然后他希望 截然一身的两人 能够再次踏上旅程 此时的米兰桥是扭曲的 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但其实 他忘记了自己拥有的并不少 也没有人再会欺负他 只是在那段悲伤痛苦的过去中 拯救他的是波子王 这根稻草他抓住了 但又失去了 所以这次他打算是不放手 波子王曾说 对于他而言 米兰桥既是他的孩子 又是母亲 不仅如此 更如同他的恩师 所以他总是一味的纵容 米兰桥的行为 可这并没有拯救米兰桥 反而将他推向了更甚的深渊 而令米兰桥真正释怀的 是波子王的下一辈 戴达被夺取身体后 意识被困在无止境的黑暗中 在这里 他遇到了米兰桥 找到了那个受尽欺负 默默哭泣的女孩 戴达在了解真相后 为女孩赶走了那些恶人 并告诉女孩 不要输给这些人 自己会永远站在他这边 并且一定会带他离开这里 他的行为 令女孩想起了波子王 但又有着比波子王不同的作为 米兰桥的内心 被戴达的善良所出动 重新获得了情感 尽管本体的米兰桥还不知情 但他体内那股郁结的心情 却轻松了许多 后来 戴达对米兰桥的影响 潜移默化地反馈在波子身上 在波子对战不死者 感到精疲力尽的时候 米兰桥竟然会忘却本身目的 好言相劝波子快跑 还有在影子 为救波子 不管不顾地吞下不死者 导致被破堵而亡时 米兰桥也会来到冥河边 拉住影子渡河的船只 让他回忆起自己 和波子之间的点滴 不要就这么轻易地离开 虽然影子回来后 米兰桥嘴硬地表示 就算他回去了 也救不了任何人 但影子也受原则的人 尽管他知道 米兰桥才是罪鬼祸首 但他还是真心 道谢米兰桥救下了他 米兰桥也被这次道谢 又一次触动了内心 喜悦令他微红了脸 但矛盾又令他 紧紧皱起了眉头 与此同时 戴达身边酣睡的女孩 获得了新生 她重新长出了 失去的双手 和原本交好的面孔 戴达见此唤醒了女孩 两人分享着这份喜悦 女孩哭着哭着就笑了 她已经得到了救赎 名何处 米兰桥站在河边 他的对岸 对于他此生最为重要的两个人 就站在那里 遥望着他 但米兰桥能否渡河 真的收获幸福 依然还是一个问题 因为米兰桥 与魔神的约定 还在继续 他的灵魂 封存在魔镜里 对于戴达的事情 一无所知 以上就是有关米兰桥的内容 不知大家对他有何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想知道更多国王排名内容 欢迎点赞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